飞云又回来跟铁骑缠上 而一剑冲天没有了盘龙枪的支撑 居然站都站不住 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 立刻就有几个铁骑蒙的帮众冲上来 要捡现成的便宜 挥舞着手中的兵器 大叫着给自己撞胆 心中已在幻想 自己杀了一剑冲天之后 传到江湖上 自己的名头该如何地响亮 眼看着第一柄刀 就要落在一剑冲天的头上 一道快如闪电的白光 直接将这人积翻在地 后面的人顿时一睁 一时美感轻举妄动 这道白光却又是风萧萧的飞刀 风萧萧是背对一剑冲天他们这边 不可能像飞鱼那样能够实时地关注 只是偶尔回头瞅那么一两下 刚才一眼看到 一剑冲天冲铁骑地灿烂一笑 心里还在暗骂他装帅 哪知这次回头 已看到他泥一样地坐在地上 旁边却是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小角色 要把他像劈柴一样披露 风萧萧是无暇细想 当然就是手起一刀了 这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如果是现实中 当然要用生死未卜来形容 但是游戏里既然没有起光 这自然就是没死了 其他人受惊 一时未敢动 风萧萧却也没客气 搜了一声 又放了一刀 这次是直接秒杀 而对方也变出了方向 看到是风萧萧这边 个个露出惊恐的表情 而此时 是手起跟柳若旭也得大叫了 一个叫萧老板 一个叫魏 却是风萧萧转过身去对方那边 他们这边的形势立即吃紧 人海的玩家们 武功虽然不高 却也不是没有大脑 拖动的见机形势 他们看出风萧萧 是对付人海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果一拥而上 无疑是让他的流风回血 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因此一直是稀稀拉拉地向上冲 主要目的 确实在消耗众人的内力 而此时 一瞅得风萧萧回头 不顾这边 众人立刻如潮水般地扑上 惊得是手起跟柳若旭 连忙是大呼小叫 风萧萧是进退两难 一咬牙 气里一见冲天 回头应付人海 要是让大群的人冲到身前 那也不用打了 催都把众人推下悬崖了 一见冲天嘛 只能让他自生自灭吧 风萧萧回了身 流风回血也推了出去 能关照一见冲天的 只剩一个脑袋了 而风萧萧瞪着两眼 朝这边瞧瞧 却是吓不到人的 那些人一瞧 风萧萧没功夫顾及这边了 立马欢呼雀跃地冲上 一见冲天 仿佛是一坨金子一般 引得众人是趋之若鹜 风萧萧已经在超度一见冲天的亡灵了 祈祷他在复活点一帆风顺 忽然这群人的身后闪现了几道光芒 隐约可见飞溅的鲜血 就在抢在前面的几个兵器都快落到一见冲天的头上时 光芒终于闪现到了他们的身旁 风萧萧却也看清了 光是清光 是逍遥的剑光 几样兵器被逍遥一柄剑顶住 接着是扑扑的树身后 几个人依次倒下 刘烨的身影出现在了倒下人的身后 两人都是浑身上下的血迹 目光冷冽 酷得不能再酷了 一见冲天虽然没有力气动了 却还有力气说话 就驾有功 啥 如果刘烨跟逍遥此时稍微冲动一点 一见冲天 很有可能已经被两人顺手也砍成了叉叉了 还好大提当前 两人都是异常的冷静 两人方才飞身到此救人 行云暗影等一堆人马 当然是紧跟他们屁股后面 此时收拾了那几个想捡便宜的 还有他们自己的正事要处理 两条黑影 行云暗影的九截边又已经卷了上来 论单个的实例 行云暗影 哪一个都非刘烨跟逍遥的对手 但是两人一加一等于 甚至大于三的化学变化 却是不容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 两人之间的配合完全来自自身 并非三材剑那样系统设置出来的 这样的配合 严谨自然是比不上电脑 但是灵活程度却远远地超出去 更重要的是 自己也可以随时进行调整 不至于像三材剑那样 明知有严重的缺点 却也是无力弥补 逍遥跟刘月回身 一剑一刀 各去格挡伸来的九杰鞭 这种软兵器 不仅江湖上使用的玩家少 就连练功区的NPC都没有几个用 两人跟大部分的玩家一样 对付此类兵器 都有着严重的经验不足 明明是两个不及自己的对手 却总是婆婆妈妈 因为诸多客观因素不能拿下 两人其实早已经郁闷地想吼了 两人挡在一剑冲天的身前 一剑冲天哆嗦着 自己给自己抹药 这个时候 没人有功夫伺候他 那边的铁骑确实急了 把一剑冲天打成重伤 那是容易的事吗 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他恢复呀 可惜自己想脱开飞云的纠缠 是不可能的 只能气急败坏地大呼小叫 快 过去把一剑冲天收拾了 这一分神 飞云的一线天 立刻从几个交端的角度攻去 把铁骑闹了个手忙脚乱 要不是旁边还有别的帮手 让飞云心有顾忌 后果会很严重 其实这根本不用铁骑命令 想靠一剑冲天的一条命 来扬名立万的人 是海了去了的 这个机会 说实话大家都不想错过 刚才眼看那几人 快接近一剑冲天时 大家的心里还都大大的遗憾了一把 此时有了帮主的一声令下 人数并不多的这个战场 也立刻起了一股 小规模的人海之势 朝一剑冲天的方向席卷而来 唯有少数觉悟较高的帮众 还顾的是眼前的对手 飞云他们人数有限 就是想阻止也只能拦得几人 虽然都各拦下了高手 却依然是于事无补 人海呐喊着从侧面杀到 而他们的目标只不过是一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 飞云等人都是大吉 却已是实在没有办法 逍遥此时对刘岳道 你去挡一挡 刘岳一愣道 那这边呢 你对付不了他们两人的 何况还有那么多喽啰 在他们的嘴里 义军天这种好赖 也算有点名气的高手 也被划到了喽啰的行列了 逍遥一咬牙道 我试试 你快去吧 刘岳忽然伸了身鼻子道 哎呀 我好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你这家伙 还有隐藏啊 逍遥也笑了笑 是有点 不过这把握真不大 本不该用的嘛 刘岳笑着退开道 行 那你就试试吧 大不了啊 大家都死了得了 死了安静 说着 转身就朝侧面冲向一箭冲天的大批人迎去 嘴里吼道 谁敢上前 光说话是不够的 必须还要以行动证明 这时候跑在最前面 原以为自己能够拿下一箭冲天 而兴高采烈的人是倒了大霉了 刘岳正是拿他开刀 一刀下去 却没有砍死 但是这一刀放出的血 比死还要可怕 更可怕的是 刘岳在这一刀之后并没有停 匹炼一般的刀光继续上下翻飞 刀刀不离此人的左右 高手们炫耀自己的刀法 往往只会划破对方的衣服而不伤肌肤 以体现自己的文准狠 但是刘岳此时却没有这个闲情雅致 他这一下一下是刀刀剑肉 喊的是鲜血飞扬 对方在第一刀后早就已经傻了眼了 后面是毫无抵抗 其他人只觉得眼花缭乱 都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 只当是看表演 终于 刘岳收刀环翘 一片血雾渐渐地散去 此人居然还没有死 但是双眼却瞪得推大 忽然身子一软 扑通一声倒下 地下早就是一大滩的血迹了 随着他的倒下 更是阔得像是一个湖泊一般 再看此人 刚才被垂死的一箭冲天 诱惑得浴火焚身 此时呢 却是浴血焚身了 后面其余大批的玩家 都争先地向前观看 无数人的喉咙里 发出了干呕的声音 满眼恐惧地瞪着刘岳 刘岳是一脸的冷酷 右手按在刀柄 踏前一步 忽然胃里一阵地翻腾 忍不住弯下腰来 一口酸水就呕了出来 再直起身来时 对面的无数人 已经是满脸惊讶地瞪着他了 刘岳尴尬地说 妈的 忘了是自己砍的了 真受不了 这样一来 他原本已经制造出来的完美威慑 瞬间被自己从内部瓦解了 已经有人在大喊 不要被他吓到 大家上啊 只不过这说话的声音 还有些颤抖 刘岳自己当然也挺失望 只不过呢 那人被自己一顿砍之后 会成这个模样 实在是也太出乎自己意料了 人类的智慧果然是无穷的 系统已经努力地将血腥场面降低了 却还是可以人为制造出 无比血腥的奇景 刘岳摇着头 忽然把手一刀 秒了又冲来的一人 吼道 来真的了 刀影翻飞 仿佛一道密不透风的网 目的却不在杀人 而是在阻挡对方过来 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刘岳忽然留意到 此时自己一人 居然面对这边战场 一半以上的敌人 虽然这其中没有高手 那边的逍遥 虽然关心这边的情况 却连回头看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一人独队行云暗影 果然甚是吃力 支撑了数招后 一招不慎 被行云从腰间扫过 略受了些伤 正好听到身后的刘岳 在大吼一声 来真的了 于是接过口来 也是一声大喝 我也不让了 清明剑一扬 忽然飞身而起 自高处向下进击 行云暗影一直站着上风 而且对逍遥的实力 也比较了解 当然不会因为她一句话而心切 两人也是长边骤起 一人取其喉咙 另一人直缠她的脚腕 逍遥在空中又是一声大喝 手腕挤抖 一瞬间 众人的眼中 只看到数道剑影同时而出 提头并进 有人大呼道 群伤武功 这一嗓子 却是引来了场上大部分的眼球 好奇心 真的能够打断人们做任何的事情 行云暗影也是在这一瞬间恍惚了 一时间 两人都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都疑惑地望向对方求证 却仿佛照镜子一般 看到了同样的表情 而逍遥出手的速度 又哪里容得两人这么悠闲 转眼数道剑影已经到了身前 两人确定不是眼花之后 早已是慌了神 攻出的九截边 也不知被甩到哪儿去了 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 都在这剑影的笼罩之下 不知马上要被刺穿多少个窟窿了 完全忘记了闪躲 两人都是行将等死 忽然 眼前数道剑影悉数不见 出现得清清楚楚的是 逍遥手中那独一无二的一柄 清明剑 却是直刺行云的胸前 行云已经完全被弄晕了 刚才的一切 宛如一场梦境从脑中划过 但是眼下这阴森的剑气 却是真实无比 道士没受到攻击的暗影 此时反应机灭 拉扯已是不急 只是朝行云一撞 行云的身子一偏 这一剑似在了他的右肩上 逍遥一击中地 立刻抽剑全身而退 一道血剑跟着拔出的剑射出 行云的身子都跟着摇晃了一下 暗影急忙将其扶住 一招伤敌的逍遥 脸上却看不到高兴之色 反而是一脸的失望 显然 对于这一招的效果 他还是相当不满意的 行云暗影 却已经是足够震撼了 照刚才的过程来看 前面出来的树道剑影 不过是幻影 或是残像之类的东西 是分散人的注意力 真正的攻势 却还只是一剑 这种武功 也是江湖中闻所未闻的 两人瞪大眼睛的 这是什么剑法 逍遥也不隐瞒 笑了笑道 好 莲花 五风之莲花 两人自然是没听过 而其他像易军天等人 却是迅速想起了之前那一招 叫做五风之朝阳的东西 这两招原来是同一套剑法吗 而这之间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逍遥没给他们细想的时间 易柔身再一次刺了过来 行云受了伤 却并非要害 此时冷笑道 哼 一样的招式 你还想用两次吗 倘我们是什么了 的确 刚才已经是最后关头了 暗影的一撞 竟然还能帮助行云避过要害 这一招看来 只是故弄玄虚 偷袭之用 太多的花巧 反而比不上 实打实的一剑来得犀利 有过刚才的经历 行云暗影 都已经是信心十足了 逍遥却并不理会 这一剑 到底还是刺了出来 行云和暗影互使一下眼色 两人配合已久 眼神交流 已经是炉火纯青 这一下 立刻心领神会 两人的九节边 一条是大范围的卷出 却是以这种方式 试探研究 哪道剑影为真 而另一边 紧追此边之后 却是指导黄龙 哪知道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到 逍遥在这一剑刺出之后 并没有出现数道剑影 而且就连他本身的这柄剑 也忽然消失在了 一片朦胧当中 行云和暗影的反应 几乎跟上回合时一模一样 两人是各自摇着脑袋 想弄清楚 这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末了又进行对视 从对方的脸上 找到了自己 目前是何种表情 于是两人的攻击 又一次中道崩足 而逍遥 又一次轻松地攻至二人身前 两人上一次 因为剑太多而惊慌失措 这一次 却是因为看不到剑 而倍感茫然 而这一次的变化 竟然又跟上一回合 惊人地相似 就在两人背着朦胧 弄得郁闷地想要自杀时 忽然 一柄渗着轻光的利剑 又浮现在了人们眼前 剑尖所指的方向 又是行云 但是这次的无中生有 显然比刚才 更让人猝不及防 没有人能再次 做出及时的反应 行云只发出了一声惊叫 就已经被这剑 刺入了右胸 鲜血 一点点地渗出 顺着剑刃 然后滑落在地上 行云是满脸的 惊慌恐惧之色 逍遥看在眼里 一阵的揪心 再怎么说 也是曾经撑过胸 倒过地的 不是说跑一边 就真能抛在一边的 暗影此时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了 行云的身上 但是一直在旁 虎视眈眈的翼军天 看出了逍遥 这一刹那的分神 毫不犹豫 一剑刺出 这一剑 出得好毒 竟是贴着行云的 右边腋下刺出的 而他自己则藏在了 行云的身后 逍遥此时还在恍惚间 忽然就看到 行云夜下寒光一闪 竟是一柄剑几次过来 一时味觉 就已然到了胸前 左胸 人体心脏所在 系统设置中 也是要害一处 而要害的设定 即使攻击命中时 造成的伤害会加倍 如果是一个高手 使出的攻击要害的一击 这就意味着 秒杀 这一瞬间 逍遥感到内心一阵的没落 没有刹那的犹豫 逍遥离剑不远的左手 忽然直接抓到了剑刃上 鲜血 又一次沿着剑刃行走 然后 低落 易军天突然感觉到 剑被什么东西抓住 居然无法在身前了 暗觉得奇怪 不由地露出半个脑袋 望了过去 先看到的 却是逍遥怒目而逝的双眼 易军天的心 像被敲打了一下 很是一颤 紧接着 就看到逍遥弯曲的右臂 一下子伸直 易军天的心中一紧 一阵冰凉的感觉 一股追心刺骨的寒意 从自己的左胸泛起 瞬间就传遍了全身 易军天的背后露出了一节剑尖 鲜红的剑尖 而身前的行云 此时已经在白光中渐渐地模糊 易军天终于能够看清楚 逍遥右手里的清明剑 刺透了行云 现在又刺透了自己 而自己的剑 却被逍遥抓在了手中 有没有刺到它 自己却并不知道 易军天想再加一把劲 让自己的剑再朝前伸一点 哪怕是一寸 可是 他已经使不上力气了 他的视线也开始渐渐地模糊 白光环绕在周围 他清楚 自己已经被秒杀了 易军天紧随行云之后消失 逍遥却没有功夫喘上一口气 暗影已经是红了眼 手里的九节边直朝逍遥击来 啪的一声 逍遥应声倒在了地上 暗影却是一愣 他这一招只是试探性的虚招 真正的杀手却还隐藏其后 可哪想到这轻轻的一下 逍遥就被击倒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手里的九节边 望着逍遥 逍遥这一倒 正是倒在了一箭冲天的身旁 刚才抓剑的左手 此时却是按在了胸前 从指缝中渗出的鲜血 不光是手掌的 还有胸口的 逍遥抓剑这一下 不是风潇潇的捕风捉影 完全就是靠自己硬扛 就像当日 京风用手去接风潇潇 从山崖上扔下的石头一样 虽然最终阻止了剑事 没被当场秒掉 但是滑破的手掌 刺破的胸口 都绝对不是轻伤 面对暗影那试探性的一边 他已经没有力气闪躲 一箭冲天刚服完药 此时尚在恢复 跟逍遥是同命相连 两人都是没有立即在站起 此时互相望了一眼 却是忍不住地笑了笑 即使对对方的安慰 也是自我的感慨 想不到明冻一时的江湖高手 此刻竟是如此狼狈 暗影此时也反映过来 逍遥已经是受了重伤 大喜之余 看到自己 居然还能白捡一个一箭中间 已然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战场中的每一处 每一人 都无时不关注着 其他地方的情况 此时所有人 都已经捕捉到了这边的一幕 且其等人自然是喜上眉梢 自己打伤一箭冲天这一下 所带来的联动效果 真是不言而喻 虽然损失了两个高手 但是这里的一箭冲天 跟逍遥一挂 那边的刘月 也就马上能够收拾了 再然后 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 而飞云此时则是悔恨交加 悔不该太迁就一箭冲天 让他一个人去跟铁骑单挑 但问题就在于 自己也绝对没想到 一箭冲天在单挑的情况下 会轻易地输给别人 更因为他这一输 让己方多出了一个累赘来 逍遥跟刘月的组合 就此被打乱击破 但此时的场中 最心惊肉跳的 却莫过于风萧萧了 一箭冲天跟逍遥会来 其实完全是冲着自己的面子 尤其是逍遥 这一点风萧萧很清楚 如果因此 两人被扔下悬崖彻底地结束 自己该如何面对 一箭冲天还稍微好点 但逍遥和自己 是生活在同一空间 自己是怎么也躲不过的 情势已不容自己多想 风萧萧忽然一声大吼 两掌一推 竟是用小风霜度 挥出了一记流风回血 体内余下的内力 已经被全部的释放 一时间 山口处寒风大盛 流动的轨迹都是清晰可见 寒风的范围 攻击 在一瞬间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冲在最前的树人 当场就被吹到不知何处去了 而一些原本以为是安全地带的地方 人是站得满满当当 此时自然是满满当当地 受了这一架 风萧萧的手已经缩回 药也早都扔到嘴里了 但是寒风却依然肆意弥漫着 适手喜和柳若旭 张大的嘴都忘得出招了 风萧萧朝二人挥了挥手道 你们先顶一下 我去就来 再回头 暗影的九节边 已经抖得笔直准备挥下了 而他身后的众人 也是一个个面目猙獰 准备好好的发挥一般 想阻止这一边 风萧萧是真的没什么信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手里的飞刀 已经是甩出去了 暗影专心致志地 砸着他这一边 忽闻一阵呼啸声是有眼极近 抬头一看 一道寒光直奔自己 而远处摆着抬手势 还没有收的 却是风萧萧 暗影顿时魂飞破散 只当自己已经死定了 但是身子到底还是做出了反应 只能是尽最大努力的这么一闪 却不料 这飞刀就这么被闪过去了 暗影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浑身上下一通寻找 的确是没有插着什么外来之物 这一刀 竟然真的被自己躲过去了 等他庆幸之余回过神来时 风萧萧已经欺紧身前 抬手又是一刀飞出 这一回 暗影是自信满满 重重容容的这么一闪 结果只成功了一半 风萧萧射他喉咙的一刀 被他闪到了尖头上 飞刀是透明的 正是目前江湖上排名第一的 疾风无影 风萧萧也像一阵风一样 追着飞刀就过来了 暗影的企图被他成功阻止 自然有其他替补充上 但此时风萧萧已至 抬腿是两脚飞出 两人已是一左一右倒飞出去 风萧萧腿上忙活 嘴上还在讨着暗影的便宜 喋喋不休地叫唤道 哎 你学过物理吗 速度 路程 与时间的关系 你不知道吗 暗影一面呲牙咧嘴 一面把手里的鞭子 朝风萧萧回去 这一鞭子 差不多只是中了 风萧萧一刀后的一种宣泄 完全是不经过大脑的 风萧萧只是随手一针 软兵器的九节鞭 也没能逃过他的双指一家 但是这一家也有些欠考虑 风萧萧只当是夹刀剑一样 哪顺手就夹在了哪 于是手之后的这一部分鞭子 继续地垂下 从风萧萧的胳膊扫过 虽然不是什么大声 但却是声疼 风萧萧大怒 也是不经考虑的一掌推出 催到中途却改变了主意 手一探之后就迅速地收回 只听暗影一声惨叫 一道血剑直射而出 风萧萧的手中握着一柄疾风无影 是刚从暗影的身上拔下的 众人顿时满脸的恐惧 这风萧萧也真是够残忍的呀 风萧萧却在暗自的庆幸 还好自己没忘了 万一自己这一掌 把暗影打下悬崖 或是打到哪个人堆里 这飞刀要拿回来 可真要费上一番周折了 暗影这一通也清醒过来 匆忙向后闪去 风萧萧追着飞出了一脚 却被它闪过去 手里的飞刀想要仰起时 暗影已经顿入了人丛中 但飞刀总需要有一个目标 于是被风萧萧描上的人 一看到暗影刚才这招好使 匆忙也是往人堆里钻 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引起了公愤 大家谁都不肯让 于是纷纷埋了头 努力往里钻 一时间 只看到风萧萧扬起了手 于是一群人急着退避三射 可谓是奇观 一直关注这边的铁骑也怒了 喝道 你们搞什么鬼呢 众人如梦初醒 再看眼前的风萧萧 都有了一定距离了 风萧萧还在发愣 身后护着的逍遥跟一剑中间 已经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边笑 一边牵动伤口的疼痛 于是哈哈声 还有哀腰声 错落有致地 不断从两人的嘴里发出 一群人你推我嗓 依旧是十分谦让 与刚才追砍垂死的一剑中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风萧萧已经是没心思继续欣赏下去了 索性就闭了眼睛 只管把飞刀往人群里一甩 管他是谁呢 总会有人被丢中的 于是风萧萧扔出了一柄飞刀 却取得了扔一颗手雷的效果 一群人四下流窜 管他是不是有名气的高手 此时都没有了高手的架子 只想和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 混到一起 虽然如此 到底还是有人中刀倒地 众人不知风萧萧只是胡乱扔的 以为他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 还能准确地命中目标 更是惊为天人 虽然这一刀看上去 也并不怎么快 但是大家都知道 命中这个属性 说起来是比较难以琢磨的 不如出手那么直观 不死个十字八字 都不会察觉到 这是命中的威力 众人不约而从地放弃了 让大名鼎鼎的 前江湖第一高手 一箭冲天 死在自己手上的机会 因为要获得这张生意 就要打败现任的第一高手 风萧萧 可是风萧萧现在 却是生龙活虎 一行人早已是心生惬意 满腔的热忱 都另寻他处去发泄了 就比如 龙岩这类的软式的这边 众人调转枪头的时候 风萧萧也加紧甩了几刀 只要射到要害 都是秒杀 射到别处 那也是重伤 风萧萧还想继续追杀几个 那边刘月大叫 快来帮我 刘月一人顶一群 飞刀舞的 连自己都是眼花缭乱 直犯晕 风萧萧飞身来住 人味道 飞刀一致 擦着刘月的身边飞过 射翻他面前的一人 刘月显然神经过度紧张 被这一刀惊得是哇哇直叫 哇靠 你小心点啊 风萧萧没有理会 又放一刀之后 人也已经飘到 正准备大师拳脚 那边的士手袭也喊上了 小老板 快呀 风萧萧转头一看 那边的寒风 已经彻底地散了 虽然减缓行动的效果犹在 但那些方才没有被 流风回血击到的 此时看到寒风退去 已经是月月欲试 要扑上前去 风萧萧连忙在这边 也挥了一招流风回血 刘月的身前 是挤着密密麻麻的一团人 这一掌是挥得正着 一堆人 没有一个躲得过去 风萧萧笑道 好 你抓紧时间 我先过去 刘月大声叫靠 主动出击 这些被降低了速度的人 哪还有抵抗之力 刘月一刀就是一个 杀的是痛快无比 那边 铁骑气地直叫唤 散开 散开 都他妈散开呀 围住他们 都挤在那里干什么 风萧萧又冲回原处 继续跟士首席 柳若旭抵挡人海 而他的行为 显然是感染了众人 飞云等人 已经不是眼睁睁地 看着一剑中间跟逍遥 歪在地上 等着被人砍死 此时都是有意识地 把战局 向那两人身边扯 对付敌人的同时 也想照顾一下两人 而刚才在风萧萧的面前 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众人 此时看到风萧萧离开 又是耀武扬威地 从各自混出的人群中溜出来 挑衅地朝着一剑冲天 还有逍遥这边望来 这一下 不光是飞云他们 就连铁骑蒙好多自己人 都露出了些许的鄙视的神色 一剑冲天坐直了身子 面色凝重地说 哎 本来不想用的 看来不用是不行了 逍遥一愣 难道一剑冲天有什么必杀吗 只见一剑冲天的手 缓缓地伸入怀里 接着又缓缓地抽出来 两指之间 粘着一样事物 逍遥一看是欲乎无类 一剑冲天的手上 粘着的 不过是一颗普通的血药而已 一剑冲天严肃地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血药 它同时还具备迅速疗伤的功效 说着 一剑冲天十分恭敬地 把药塞到了嘴里 逍遥张大了嘴 能够想象 这颗貌似寻常血药的疗伤神药 一剑冲天一定是得来不易 吃完药之后 一剑冲天闭上双眼 老僧入定一般 一时间就没了动静 逍遥大急 那群猥琐的人 已经迅速地冲过来了 而飞云 我从哪里来这些人 且站且向这边靠近 又哪里比得了他们利索 一剑冲天 这所谓的迅速疗伤 究竟能有多迅速 逍遥只恨自己 没有问清楚 一行人抄着家伙气势汹汹 一扫刚才面对风消消时的窝囊像 又是一番争先恐后的局面 最有远见意识的人 站得了先机 手里的钢刀 得意洋洋地 朝一剑冲天的头上劈来 其他人见一剑冲天 已经是捞不着了 都转方向来砍逍遥了 更是有些人 看自己落得太厚 似乎连逍遥也摸不到 干脆直接跑到刘岳那边 去浑水摸鱼了 逍遥已经是无奈地闭上了双眼 扑听一声巨响 睁眼一瞧 一剑冲天高大的背影 立在自己身前 而刚才去看一剑冲天的那人 此时已经远在五米之外 趴在地上装死尸了 逍遥大喜道 果然迅速啊 一剑冲天回头 一个笑容道 哼 当然 这群人的本性 在刚才面对风潇潇的时候 就已经暴露了 此时一剑冲天 毅然雄起 一剑就把一人 砍飞到五米之外 众人的小腿 又弹起了琵琶 开始犹犹豫豫 推腿拖拖 搞得铁骑 只有仰天长探的辈 一剑冲天 却毫不心软 七角旋风剑 震鼻一挥 六剑齐飞 眼前的六人 连喊都来不及 恶中一剑 当场是四死两伤 一剑冲天 一声大喝 六剑带着鲜血飞回 开始在手中的剑上旋转 洒出了一阵的血雨 鱼下诛人的脸色 是变幻莫测 风削削一次杀一个人 一剑冲天 一下杀六个人 众人这回 吓得已经忘记了躲藏 一个个像火把一样 又被一剑冲天 一下子砍去了六个 这才想起来 进行人盾 一剑冲天随即转身 大踏步地 朝铁骑跟飞云那边走去 飞云兄 让我来吧 铁骑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怎么 一剑兄 心中多有不服啊 飞云也是一阵的惆怅 上回就是太过信任 一剑冲天 差点因此搞得一团乱 这一回 一剑冲天 看出他的犹豫 又上前一步道 你放心吧 我一剑冲天 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两次 飞云心道 你这话有些夸张了吧 光你从二层楼窗户上 摔下街道的事 我就听说过不止两次了 难道那都不是你的失误 而是你故意的呀 但一剑冲天的话 都说到这份上了 飞云也不能摆明了说 我不相信你 只能缩身一退 铁骑也无意阻拦 同时还挥手示意 几名手下先退下 对一剑冲天道 一剑兄 咱们就还像刚才那样 一对一 一剑冲天只是笑了笑 重点 放在回头 像还在望着他的飞云点了点头 飞云心下烧安 随即转身 冲向了刘月那边 刘月这边 风潇潇的流风回雪 效果已经渐渐地消失了 正在四处巴望着救兵 飞云的一线天从天而降 让他长出了一口气 飞云回头 看到逍遥还坐在地上 从怀里摸出一物 扔给了逍遥 逍遥大喜地接过 心道 莫非就是一剑冲天那种 迅速地疗伤神药吗 这看样子是有点像 连忙往嘴里一扔 却不过是普通的血药 生命是可以回复了 这伤势却还要等着 飞云跟刘月联手之后 形势略有改观 对方此时也不是执着着 非要踩平刘月过去 四散开来 有的想绕过去 袭击二人身后的逍遥 二人也是主动退后 一左一右 把逍遥护在了当中 不敢贸然出击 但要自保 一时间却并无大碍 刘月靠近了逍遥 一边打一边聊了起来 诶 刚才秀的剑法不错嘛 逍遥是颇为遗憾地说 唉 还不熟啊 否则的话 至少我不会受这伤了 哦 叫什么名字呀 五风之莲花 后面那招呢 叫做云台 刘月刚才无暇四处张望 飞云却是把逍遥那边的情况 尽收眼底 当下就说道 朝阳 莲花 云台 这么说来 应该还有两招 是洛艳和玉女了呀 逍遥笑道 不错 正是以华山的五座顶峰命名的 飞云点头道 好剑法 逍遥客气道 哦 彼此彼此 三人在重围中 还像茶花会一样聊个不停 周围的人 也只有郁闷的份 他们与飞云流月 本就远不在一个层次 如果不是有个逍遥 半死不活地在地上需要照看 两人在他们的包围里 杀个七进七出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